隔天,云征和佳瑶便带人出发。云征急着赶回定北,只带了两百亲卫军,将后续的大部队全都留在后面。一行人一路急迟,飞快地往定北赶去。他们刚过了北路关不久,就遇到了从定北赶来报信的人。启禀殿下,王妃于昨日午后分面,母子平安。来人满是激动的汇报。听着来人的话,云征不禁微微一愣。沈洛燕已经生产了。这小崽子,就这么急赶着出生吗?自己这么着急忙慌地往回赶,还是没赶得及啊。 想着自己还是没能赶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间,云征还是有点小小的失望。不过,想着沈洛燕母子平安,云征心中的大石头又跟着落地。恭喜殿下,贺喜殿下。一众轻卫军纷纷向云征道喜。沈洛燕诞下世子,也就意味着近北王有后了。说句难听点的话,哪怕云征有什么意外,这份积业也后继有人。对于云征治下的所有人来说,这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谢谢,谢谢。云征高兴不已,连连向众人拱手道谢。 听着云征的话,众人不由得错愕,殿下还向他们道谢。这,有点客气得过分了啊。看着云征这高兴地找不着北的模样,家瑶不禁玩耳一笑,低声提醒道,你应该宣布大宴几天或者赦免有罪之人之类,而不是向他们道谢。被家瑶一提醒,云征这才反应过来。 对对,自己这一高兴,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。速速随本王返回定北。云征强压心中的激动,立即招呼众人往定北赶。什么大宴几天或者赦免有罪之人之类的,都是后话了。 现在,他只想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定北,看看沈洛艳和孩子。不管敢没敢得及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,只要他们母子平安就好。没有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事了。带着满心的激动,云征一路急迟也没有感觉到疲惫。两天后,云征他们终于赶回定北。云征迅速下马,急匆匆地跑进府里。 哇哇!云征还没进门,就听到房间里传来一阵婴儿啼哭声。 小崽子,这声音挺红亮啊。云征脸上一笑,快速走进房间。房间里热闹异常,除了叶子他们,还有琴棋虎的一期一切。 见过。见到云征,大家惊喜之余,又纷纷行礼。行了,行了,不用多脸。云征止住行礼的众人,没急着去看被沈夫人抱在手中孩子,而是快步走到沈洛艳的床边。 沈洛艳的身子还有些虚弱,气色也不怎么好,但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母性的光辉。 见到云征,沈洛艳有些苍埋的脸上,也露出激动之色。 王爷,咱们。 叫夫君。 云征挨着沈洛艳坐下,温柔地握住她的手。 夫君。 沈洛艳充满爱意的轻话一声,咱们有孩子了。 嗯。 云征轻轻点头,满是温柔地盯着沈洛艳,辛苦你了。 哪有。 沈洛艳轻轻摇头,我生个孩子,可把妙音累得够呛,她才是最辛苦的那个。 说着,沈洛艳又向妙音投去感激的目光。 她生孩子的整个过程,妙音都跟着接生婆忙前忙后的。 要是没妙音,她恐怕还要多受不少罪。 我辛苦个什么啊? 妙音轻笑,这府上,谁能辛苦得过你? 你们都辛苦了。 云征指住这两姐妹,心中无比温暖。 沈洛艳抿嘴一笑,又说,夫君,你快看看咱们的孩子。 在沈洛艳说话间,沈夫人已经抱着孩子,送到云征面前。 云征下意识地伸过手,想要抱抱孩子。 但这手伸出去了,却又顿在那里,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 出为人妇,她很是激动,又有些紧张。 哪怕就是去抱孩子,也怕自己抱的方法不对,伤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。 看着云征这副模样,众人纷纷笑起来。 没事。 沈夫人看出了云征担心,主动将孩子送到云征手中。 孩子没你想得那么脆弱,像我这么抱着就好了。 哦,好好。 云征仔细地观察一番沈夫人抱孩子的姿势,这才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抱在手里,带着几分激动和好奇,看向自己的孩子。 老实说,这刚出生不久的孩子,有点丑。 脸上皱巴巴的,皮肤也有些红。 不过,哪个当爹的,看自己的娃,都是越看越觉得好看。 云征也不例外。 娃,娃。 被云征抱在手里,孩子不但没止住哭声,反而哭得更厉害了些。 她不是饿了? 云征抬起头来,询问大家。 哪能呢? 沈夫人微笑道,奶娘才喂过不久,这小家伙,就是不安分。 这小家伙在长大点,这王府,恐怕会被他弄得鸡飞狗跳的。 他敢。 云征傻呵呵地笑着,又低头看向,还在自己怀里大哭的孩子。 你小子敢把王府弄得鸡飞狗跳的。 看爹不抽烂你的屁股。 说着,云征又轻轻地拍孩子一下。 随着云征这一拍,孩子的哭声骤然变小。 渐渐地,孩子竟然停下了哭泣,用不大的眼睛盯着云征,也不知道是在发呆,还是在好奇。 还真不哭了呀。 叶子嘖嘖称奇,打句道,我们大家哄了半天,也没见着小家伙安分。 看样子,还是你这个当爹的说话好使。 哈哈。 听着叶子的话,众人也纷纷跟着笑起来。 云征满意地看着怀中的孩子。 小崽子挺有眼力见,还挺你爹面子。 夫君,咱们孩子还没取名字呢? 沈罗燕看过来,咱们都说要等你给孩子取名。 就叫云苍吧。 云征微笑,天下苍生的苍,这是父皇给取的名字。 闻帝给了两个名字,一儿一女的名字。 如今,女儿那个名字暂时是用不上了。 云苍。 众人默念着这个名字。 很好的名字。 不过,这是当朝皇帝给取的名字。 天下苍生的苍。 一个名字,似乎已经表明了很多东西。 也代表着文帝对这个孩子的期望。 佳瑶狐疑地看着云苍,心中暗暗疑惑。 她都把文帝气病了呀。 文帝竟然还帮她的孩子取名字? 这,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啊? 这父子俩,到底在搞什么鬼? 参儿,你有名字了。 沈夫人高兴地捏捏云苍的小手,逗弄着孩子。 小家伙完全听不懂沈夫人的话, 也不明白这个名字的意思。 可能是哭泪了,小家伙眼睛须一须的, 就慢慢地闭上了。 云征怕吵醒孩子,一动也不敢动, 就跟僵住了似的。 看着云征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, 众人又是会心一笑。 知道云征跟沈洛艳有话要说, 众人也不再打扰。 沈夫人帮云征把孩子放在沈洛艳身边, 招呼众人退出房间。 云征走到沈洛艳身边坐下, 紧紧地握住沈洛艳的手,谢天谢地, 你们母子平安。 都叫你别担心了。 沈洛艳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, 又扭头看看身边的孩子, 想想都挺神奇的。 前年的时候, 我都还跟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, 这转眼的功夫, 我也是当娘的人了。 是啊,云征深以为然地点点头, 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当爹了。 你说,这孩子,像你,还是像我? 沈洛艳玩耳一笑, 问出一个几乎所有母亲都会问的问题。 这,云征哭笑不得, 她这皱巴巴的模样, 我也看不出来啊。 她觉得所有刚出生的孩子应该都长得差不多。 现在说像谁, 好像太早了些。 其实,我也看不出来。 沈洛艳娇憨憨一笑, 但娘他们都说, 这孩子像你。 不瞒你说, 刚看到这孩子的时候, 我自个儿都被她这皱巴巴的模样吓到了。 还好娘他们说, 刚生下来的孩子很多都这样, 等长开了就好了。 对,长开了就好了。 云征看旁边的孩子一眼, 又说, 你别老把孩子放在你身边, 先让奶娘帮着照看, 你先好好休养, 等身子好了再说。 王府光是奶娘就有两个, 没必腰累着沈洛艳。 沈洛艳脸上露出母性的光辉, 孩子不在身边, 我老是心神不宁的。 有些事情, 确实说不清。 沈洛艳明明知道, 孩子会被照顾得好好的, 但只要孩子不在身边, 他就老是担心孩子饿着冷着, 生怕孩子出什么事。 他现在的所有心思, 好像都在孩子身上了。 没事, 我陪着你就好了。 云征微笑, 现在, 你把自己的身子养好最重要, 孩子不用你操心, 哪能让你老是陪着我。 沈洛艳想也不想地拒绝, 你忙你的事, 我没事的。 可能就是刚开始的时候, 觉得孩子有点稀罕, 慢慢的, 应该就好了。 对, 慢慢就好了。 云征点头一笑, 又在沈洛艳的唇上轻轻一吻, 你好好休养, 等你的身体养好了, 我带你去打灭国之战。 灭国之战? 沈洛艳眼前陡然一亮, 他从小就渴望披甲上阵杀敌, 来到朔北后, 倒是如愿以偿了。 可战事正式激烈的时候, 他却怀孕了。 这一年, 他错过了太多的战斗。 如今云征主动说, 带他去打灭国之战, 他心中那沉寂已久的火焰, 再次燃烧起来。 灭国之战啊, 这可是无上的荣耀。 不过很快, 沈洛艳眼中的神色, 逐渐变得柔和起来。 现在, 你要是让我上战场, 我可能都设不得岔。 如今的他, 不仅仅只是王妃, 她也是一个母亲。 孩子是孩子, 你是你。 云征抬手轻抚沈洛艳的脸颊。 你我不能只为孩子而活, 也要为我们自己而活。 打了灭国之战, 也算是了却你的一桩心愿。 以后再慢慢当贤妻良母也不迟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。 云征尊重沈洛艳的梦想, 也支持他的梦想。 这种轰轰烈烈的事, 也不是谁都有机会参加的。 沈洛艳偏着脑袋想了想, 心中那团火焰再次燃烧。 谢谢夫君。 沈洛艳抬起眼眸, 深情地看着云征。 云仓是云征的第一个孩子, 而且是敌长子, 自然而然地成了近北王世子。 云征倒没有因为云仓的降临而大赦罪犯, 只是打算借着云仓降临这个事, 免去朔北百姓一年的税赋, 军中所有将士大宴三天。 这多少也有点普天同庆的味道了。 反正他从老三那里搞到不少钱粮, 得了富州以后, 又可以更方便地从关内买入粮食。 而且,朔北关田也不少, 他不需要靠着朔北那点税赋过日子。 得知云征的想法, 叶子有些担心, 劝道, 商税就没必要免了吧。 填税, 商税和人头税是朔北的主要的税收, 其他的税收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 云征要免填税和人头税, 叶子倒是没意见。 但要是商税也给免了, 朔北基本就等于一年没有税收了。 朔北的税收本来就入不敷出, 再来这么一出, 这财政压力就更大了呀。 虽然云征会赚钱, 但偌大的朔北不能指着云征一个人赚钱养活呀。 免! 云征不假思索, 正好趁着这个机会, 让更多的人来朔北营商。 另外, 在春更开始之前, 要在富州推行贪丁入母的税制。 贪丁入母, 叶子不明所以。 云征知道叶子不明白, 又跟叶子解释起来。 简单来说, 就是废除人头税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杂税, 统一岸田纳税。 另外, 放松对户籍的管控, 让更多的无田地者可以通过做工等方式生存。 听着云征的解释, 叶子不禁恍然大悟。 这个是不是可以缓一缓? 叶子猝眉道, 你刚成为富州刺史, 若是现在, 推行贪丁入母, 会触及很多人的利益, 搞不好会引起大乱。 而且, 你个富州刺史哪有权力更改税制? 这个是, 倒是个立国立民的好事。 可不管怎么说, 云征在名义上都只是富州刺史, 他在富州的权力, 肯定没有他在朔北的权力大。 他若不经过朝廷允许, 贸然更改税制, 肯定会引来很多的非议。 就算云征不怕这些非议, 但这对他的名声没好处。 放心, 我肯定会上表朝廷。 云征一脸坏笑地说, 嗯? 看着云征脸上的坏笑, 叶子不禁微微一愣。 以他对云征的了解, 云征露出这种笑容, 应该是想坑人了。 可这事儿, 能坑到谁呢? 想着想着, 叶子突然一脸愕然地问, 你不会还想坑云丽吧? 这是多大的仇, 多大的怨啊? 云征都被坑他什么样了? 他还惦记着云律呢? 他要把云律坑死了, 去哪找这么好的财神爷去? 也不完全是坑老三吧? 云征摇头一笑, 反正我迟早都要对富州的官场进行清洗, 不如顺道将这个事推行下去。 如果能倒逼朝廷, 逼得朝廷也不得不推行贪丁入母, 那就可以给老三添堵, 还能让更多的无田地者进入富州和朔北。 贪丁入母确实会触及到很多人的利益, 尤其是那些靠着贪末人投税, 而敛财的贪官和拥有大量田地的富人阶层。 不过, 他已经把刀架好了, 要是有人敢弄出幺蛾子来, 正好一并进行清理。 见云征心意已决, 叶子也不再多劝。 既然如此, 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吧。 放心吧, 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的。 云征宽慰叶子一句, 又吩咐道, 回头交代府上的人多购买些红糖回来。 红糖? 叶子不明所以。 你要那么多红糖干什么? 云征眨眨眼, 先保密, 你过几天就知道了。 午后, 王府的厨房中, 云征正在忙碌着。 殿下, 你, 你这也太糟劲东西了吧? 心生眼巴巴地看着往熬好的红糖水里面加木炭的云征, 心中心疼得要命。 虽然云征家大业大的, 但也不能这么糟劲东西。 这多少人想喝一口红糖水, 都喝不到, 他还往红糖水里面加木炭。 他真怀疑, 云征不让子夫人他们几个进来, 是怕子夫人他们说他败家。 什么叫糟劲东西? 云征不满, 你什么时候看本王糟劲东西了? 这, 这不就是吗? 心生小声回答, 指了指黑曲曲的红糖水。 傻丫头, 本王这是在弄好东西呢? 云征笑笑, 又找来一个木棍在加了木炭的红糖水里面使劲搅动。 这是, 好东西? 心生傻眼地看着云征,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 这拿去喂狗, 狗都不喝吧?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。 云征冲新生眨眨眼一笑, 又问, 去帮本王拿些绸缎和布料来。 哦, 新生再次张望一眼, 小跑着离开厨房。 看着新生那副模样, 云征不禁暗暗一笑。 等白糖弄出来了, 这丫头一定会惊得说不出话来。 还有叶子他们, 肯定也是一样的。 用黄泥水淋来治白糖, 云征也不知道靠不靠谱, 他也没那么多时间去试错。 他感觉, 木炭应该还是要靠谱些。 厨房外面, 叶子他们几个正眼巴巴地看着。 云征进厨房, 这绝对是王府有史以来头一遭的事。 当然, 他们也知道云征不是要做饭做菜。 云征说是要给他们一个惊喜, 但谁都不知道这个惊喜到底是什么。 他们好奇, 想进去瞧瞧, 却被云征的亲卫军挡在外面。 见新生出来, 叶子赶紧招手让新生过来, 殿下在里面忙什么呢? 奴婢也不知道啊。 新生一脸茫然, 奴婢就看着殿下往红堂水里面加木炭, 奴婢都心疼死了。 奴婢问殿下, 殿下也不肯说, 只是让奴婢出来帮他拿绸缎和布料进去, 往红堂水里面加木炭。 妙征亚然, 他这是银子太多, 花不出去啊。 新生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不过, 这话他可不能接。 妙征和叶子怎么说都可以, 但他不能乱说。 行了, 你快去帮殿下拿东西吧。 叶子也不知道云征到底在搞什么鬼, 现在也只能等着了。 新生公身告退, 往库房那边小跑过去,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搞什么。 妙征脸上写满好奇, 这心里就跟猫抓似的。 等着吧。 叶子无奈一笑, 反正他应该不至于这么遭见东西。 他越是神秘, 弄出的东西应该越是稀奇, 咱们就看他能给咱们什么惊喜吧。 云征弄出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, 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 当初云征弄那火药的时候, 可比这神秘多了。 难怪这家伙之前让他差人去买红堂了。 感情就是在为这个事做准备啊。 他还真是期待云征给他们的惊喜呢。 也只能这样了。 妙征无奈一笑, 心中更是期待。 嗯, 这混蛋弄什么都好, 可别再弄文凶那种羞人的东西了。 正当两人说着的时候, 佳妖找了过来。 你们都在啊。 佳妖迈步走向两人, 脸上带着几分微笑。 其实, 佳妖跟叶子他们几个相处得挺融洽的。 不过, 他们都会尽力回避那些不愉快的话题。 你找云征有事? 叶子微笑询问。 嗯, 佳妖轻轻点头, 我有点是想问她。 府里的人说, 她在这边, 我就过来瞧瞧。 那你还是等等吧。 叶子拐耳道, 她就在厨房里, 但我和妙音都进不去。 你现在想让她从厨房里面出来, 除非是有紧急军情。 这样吗? 佳妖往厨房门口张望一番。 那我就在这里等着吧。 佳妖要等, 叶子他们自然也不可能赶佳妖走。 三女在门口等了一阵, 新生又拿着云征需要的那些东西跑进去。 三女都不知道云征到底在忙活什么, 只能在外面继续等待。 他们这一等, 就是一个多时辰。 期间, 三女还去找沈罗燕聊了一会儿天。 等他们再来的时候, 云征依然还在厨房忙碌着。 直到天色快暗下来了, 灰头土脸云征终于从厨房里面走出来。 手里面还端着一个碗。 新生跟在后面, 手里还拿着一块打湿的袖帕。 看着云征这副模样, 妙鹰不禁扑斥一笑, 打去道, 你这模样走出去, 别人还以为你是叫花子吗? 嗯, 再拿根棍子在手中, 就更像了。 叶子也跟着打去起来, 新生追上来, 殿下, 奴婢先给您擦擦吧。 他刚才就想帮云征擦拭来着, 但云征急着给叶子他们送惊喜, 根本不给他擦拭的机会。 好好, 云征笑着答应, 又将手里的碗递给妙鹰, 尝尝。 尝尝? 妙鹰接过云征递过来的碗, 满是好奇地看着里面那些精英的颗粒, 叶子和佳肴也凑上前。 这是, 白糖。 下一刻, 叶子骤然惊叫一声。 啊? 叶子这一声惊叫, 把云征也搞猛了。 云征顾不得让新生继续给自己擦脸, 满是惊愕地看着叶子, 你知道白糖。 靠! 不会吧? 大前朝已经有白糖了? 当然知道啊。 叶子里所应当地回答一声, 马上抓一小撮, 放在自己的嘴里, 真是白糖。 云征在厨房忙活那么久, 就是在制白糖。 听着叶子的话, 佳肴马上也抓一撮白糖放进嘴里。 他这也是第一次见到白糖, 天下间竟然有这么精英的糖。 咱们大前朝已经有白糖了吗? 云征有些梦了, 哭笑不得地看着叶子。 不会吧? 自己的发财大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, 只有拿去弄大一万了? 当然有啊。 叶子诧异地看着云征。 你这个皇子, 以前不会没见过白糖吧? 呃, 这个, 云征有些尴尬, 我知道白糖, 真没见过。 我还以为我朝没有白糖呢? 也是。 叶子娇笑道, 这白糖可是稀罕物, 比黄金还贵重。 你以前在皇城蛰伏, 圣上估计都快忘了, 你这个儿子了, 有白糖也赏不到你那里。 其实, 我这也是第二次见到白糖。